介紹一下我們的話是那個 我們是Libase Consulting Group 那我們主要做的 我們這個團隊這樣子 我們有六個人主要做的是 比較偏像長照跟醫療方面的 那我們今天來也會大概介紹一下 我們做的東西 然後也有一些想要跟唐鳳寧這邊請教一下說 政府有沒有一些政策上面的想法 或是做法 然後我們這邊有一些民間的資源 有什麼方式可以相互去發展發揮這樣子 好 那就隨行 那我這邊如果要投影 可以啊 可以接線 我們上一場才有結果 可以先檢討幫忙一下 這是HDMI可以嗎 可以 可能簡報要到了 你可能要換一下位置 好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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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去年疫情剛開始的時候 因為剛好農曆年前後 就是整個爆發出來到台灣 那我們就從我們一個跟原本在香港做長照產品的合作的企業 然後我們把其中一個部分解除出來做了即時康的這個產品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介紹即時康的產品 然後以及我們在另外一個產品線就是資建堡 這是我們跟香港的一個企業合作的 那我們大概介紹一下就是說 我們是做數位赋能的這件事情 所以等於說像我們有一些像台灣的紡織業和平紡織的 我們有跟他合作 然後香港的這個話它是一個社會企業 那主要是做那個老人的健康量測 所以我們會有血壓、血糖、體溫、體重 還有那個血氧這些設備 去能夠在老人中心或是一些院所 能夠去把這些資料數據收集之後上傳 去協助到地區的醫院或診所 能夠去觀察或檢測 來減少說長者要頻繁的去到診所的醫療資源的可能浪費 這樣子 所以三星是捐頻繁給你們的 我們跟他合作在平板上面使用 這樣子 因為我們合作的對象是 他的主要的窗口是醫院類型的 那他等於說也會帶著我們這個吉時康的產品 去醫院去做推廣這樣子 那福爾就是兒文腔的部分這樣子 所以等於說我們當初在這件事情上 我們在討論的發想的過程上說 是因為整個在量測的這件事情 其實現在其實大部分遇到 雖然說政府有規定要實名字或實聯字 但是實際上真的現況大部分是 比較形式上去寫了以後 那真的遇到的狀況之後 比較難去追蹤 那我們透過這件工具的方式 把這些資訊可以送到輪端上去 那我們也做了一些機制 讓像是產生QR Code之後掃描 然後直接把人的狀態跟體溫 一起從輪端的方式去做記錄這樣 那所以我們這件事情就很簡單 就是說像我們第一個去run的 就是我們自己公司內部 那每一個員工會有一個自己的QR Code 掃描以後 連動用藍牙的方式進到那個系統 那系統就在同時在量而玩槍 也用藍牙的方式把資料 就把這兩個資料資訊 去省策起來 那以及時間 所以如果真的 像我們有合作的幾個比較移工的宿舍 像長空人力管理公司 他們做了很多大型的企業的人力仲介這樣子 那其實他們很在意有沒有疫情的這件事情 原因是他們是好幾個公司或企業的宿舍是放在一起的 那只要有一間爆了 那這些基本上都會有影響 所以他們也跟我們引進了二三十套這個系統 去管理他們宿舍的人員的體溫這樣子 那等於說在這件事情上面會有一個統一的後台 所以對於這個企業他們也可以每天去看說哪些人有量測沒有量測 然後他也可以以長同的Case來講 他就可以把這個資料回覆給他的僱主 去跟僱主回報說這件事情是有在被監控的狀態 那如果真的有量測到有發燒的狀況 我們也會有透過退播或是email的方式去通知 這個可能有異常的狀況需要注意這樣子 那如果真的有在期間內有發生狀況 我們也可以回溯到那個段時間 有同時出入在這個公司或場域的人 可以試圖去聯繫他們這樣子 那在這樣子的場景裡面 比起紅外線熱相宜 你們的主要的遊戲是什麼 紅外線熱相宜它主要是對大人流的 像是我們可能比較是有一些演唱會 然後會接近這樣大人流 像我們現在也有合作 我們現在有租購的方案 因為比較多是合作 就是有些辦活動 那對於辦活動的主辦方 他有一個挑戰就是說 他為了一個活動可能要去購入這些設備 其實不那麼划算 所以我們現在租購方案大概有兩種類型 如果他是大流量的話 那我們會建議他用紅外線熱相宜 然後主要原因是 他是去做瞬間 這個場域裡面到底有沒有狀況 可是因為疫情比較特別 他會有一個可能潛伏期的這件事情 所以如果是用紅外線熱相宜 他只能夠去確保當下沒有問題 可是如果是有潛伏期的代言者 他在裡面的話 其實是沒有辦法被追蹤到的 那我們的系統的話 他相對應的會比較是 人流比較少一點 但是他可以做到實名的系列 就是persistence 就是說你的主要的場景是 這個人他會重複的到同樣的地方 不是一次性的訪客 其實我們後來有對系統做一些優化 像去年在數位時代Me Taipei的時候 他也有大概兩萬多個人的活動 那其實我們也有跟他合作 他當時的場景的話 熱相宜跟各種個人化的 都有使用 所以他等於說報到時候先用 因為我們也去連動他的報到系統 所以等於說像他那時候 好像是用他們自己做的一個報到系統 然後我們也可以去讀取他的QR Code 了解 所以等於連動他的報到跟體溫這件事情 可以一起進到我們系統裡面來 好這樣了解 謝謝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在講到說 智健寶就是可以把它想像成即時康的媽媽 那原因是我們在在做製造的製作的時候 其實我剛有講到下面這五項血壓血糖體溫體重跟血量的關係 那其實即時康就是擷取體溫的這部分 刪掉五分之四的功能 對沒錯 然後再把它轉 對去健保 沒錯沒錯 所以其實這件事情 我們在原本初中是對於長者的照顧 然後做一個雲亂的平台 那我們把其中一部分提取出來做疫情的使用 所以其實再回到我們現在在合作的公司或是企業 有些採購的企業方案 其實我們是可以再把它擴展成公司企業內部的健康管理這件事情 原因是它其實就是一個藍牙的連線 那設備不同 OK 所以這個是我們 智健寶是我們有實際在香港落地去使用的一個服務這樣子 好 那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會有一些想要請教或是討論 就是我們後續的話 我們希望在 因為現在以台灣來講 可能就是高齡化社會的關係 那會有一些長照的需求 那我們這邊是有一個產品的面向會想要去走說 可以做日常的健康量測這件事情 然後去 有點像是說我平常就有量測 我可以去檢查突然有一個狀況的發生 然後需要比較大的醫療成本資源這樣子 類似像是我們現在政府有提供每半年洗牙一次 那就近期去做檢查 避免說一次真的有很大的狀況要去做出來這樣子 然後另外一個是我們也有注意到說 前陣子健保局有釋出去識別化的那個資料量測 那我們也想要討論看看說 因為像這邊的政府這邊出來的資料 它比較屬於是從政府單位提供 但是其實量測這件事情平常大家可能都有在做 那有沒有機會再把這些資料透過一個有公信力的認證 或是檢核的方式 可以把這些資料再回傳 從民間大家平常自己在量測回傳去做這個資料回到健保局的系統裡面 讓它資料可以是應用同步的去減少說 我平常一定要去到醫院我才能夠讓我的醫療紀錄 或是一些數據被使用或是追蹤這件事情 這個你們有跟健保署的那個SDK那組談過了嗎? 因為目前如果你找健康存者SDK的話 其實已經有非常多智能照顧的 那它不是只是讀取而已 它也包含寫入它的健康存者 那本來這個就是健保署的一個業務 OK 好 那這個我們也可以看它進一步的去了解這個部分的使用應用 這樣子 那這樣子我相信說在這件事情的持續推廣下面 它可以讓一些企業或是民間的應用 可以在業績去提供給政府 然後一併去做利用這樣子 好 那另外一個部分我們有想要做的討論就是說 在企業內部有沒有去想要了解或詢問說 企業內部有沒有去鼓勵企業內部去做員工的追蹤 或是健康服務的這件事情 那我們目前知道的比較像是說 像勞動部它會去檢核說上下班的打卡事件 然後主要的目的是去避免超時工作 可是這件事情在檢核實際上 明天的運作就會變成是人資要求大家 對 但是實際上可能還在工作的這件事情 那有沒有機會透過其他的一些工具或是數據去輔助來 來做輔助說 實際上並不是沒有真的超時的這件事情 所以我下班 OK 我一天到晚接到即時訊息 或者email 那我就等於沒有下班 對 那你這樣子靠健康兩車要怎麼幫忙 其實我在想的原本在想的是說 因為會想要避免到超時這件事情 就是工作壓力或是一些產生健康的狀況 所以不要超時 那有些人可能天生就是工作狂 所以他在場對他健康其實他不覺得有影響 可是變成是說有一些客觀的指標或數字來觀測一個人的狀態 是不是穩定或正常的 而不是單純只就工作時間這件事情 對 我的意思是說 我要講的是說 因為你用的一個場景是說 他有上班有下班 那他可能打了下班的卡 他還繼續待在那個工作空間 那你現在的主張是說 不管用什麼方式 他可以保持他的 他比如說壓力狀態啊什麼之類 那他壓力狀態這個獲得釋放表示他下班了 那他如果壓力狀態一直沒有獲得釋放 那他可能還留在辦公室工作 那邏輯是這樣 那我剛剛的問題是說 可是很多人其實他下班了他到家 那但是因為不管是提起訊息啊還是Email什麼 那他其實還是沒有下班 那壓力還是很大 但是從勞基法的角度來看 他確實已經下班雇主也盡到他應該盡得責任 可能不是這個人是工作狂 而是說他的工作性質啊 他事實上就是下班還是沒有辦法 就是不處理事情這樣子 那這樣子的話 就是說我不確定這個跟勞動部到底還有什麼關係 在這個情況下 我原本的想像是說可以從一些健康指標來看 說這個人需不需要被關注或是注意這樣子 對那好比像說呢 譬如說他可能有持續性的高血壓的狀態 就是他也許就需要被注意狀況 就是他工作的狀態或是身體狀況可能已經有需要注意的 那因為現行的話 企業大部分會提供一個員工福利可能是定期去給健康檢查這樣子 那我們在想的是說有沒有機會從政府的角度去更鼓勵這件事情 然後也許不一定是健康檢查 而是一個像我們現在有知道是說到一個一定的人數公司內部需要去配置有醫療背景的護理師這樣子 那有沒有機會是說讓這些數據去用鼓勵的方式也不是強迫的方式 例如說可能一間企業內部有關注員工的健康狀態或是定期去提供健康狀態的這樣子 可以去有一些可能稅務上的或是一些福利上的優惠 但我的意思是說 我再講更清楚一點 我下了班 我一天到晚接到電話或者接到E-mail 那我這個壓力很大爆單什麼的 但是這不是我的上班時間 那為什麼我要讓公司的人只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是個人什麼意思 對我有什麼義務或者是說 就是說你就算給這家公司誘因好了 但是他在下班之後的狀態也算是他個人的情況 那他下班之後說不定去兼職呢 去打工呢 是第二份工作斜槓造成他的壓力爆表 那他全職的這份工作理論上就是 就是不會不會 對就算有影響 他這邊應該這個 他不能主張這種情況下他還是員工 然後他的健康數據應該要被關系 我再問的是說 你剛剛講說政府鼓勵企業會要求企業 企業再去鼓勵員工不會要求員工 那我的意思是說他的這個鼓勵 但是已經是他的個人時間了 這真的是可以的嗎 嗯哼了解 這個我們可以在 我們內部可以再討論一下 有沒有比較更好的方式 來去追蹤這件事情 那我們主要原本想要出發點是說 呃 單純從 上班時間這件事情來做 做最終或是管理的話 我們覺得可以再有一些客觀一點的指標 嗯哼來來輔助我這件事情的推行 推廣這樣子 OK 那我覺得這個場景可能要想得再更清楚一點 因為他有沒有加班 這是比較客觀的 就是公司有沒有要求他待在公司 對 或者處理工作的事情 但是他自己的身心情況 跟這個中間的關聯 其實沒有那麼確定 嗯哼 那如果他實際上並沒有在加班 而壓力高 嗯哼那這部分 我覺得算他的隱私 他不一定要讓公司知道這件事 是 這的確是比較 有某個部分 就是這些部分的確是比較是隱私的 個人的狀態或操作這樣子 好 這個我們可以有一些 謝謝有一些建議 對對對 我覺得就是你要把這個場景講得很順 這樣子的話 我們做任何友誼才也就是 不會說 第一句話就說 欸那這樣子憑什麼管我 那這樣我們就沒有辦法 對 所以就是你要有一個很明顯 就是很順的場景 我舉例好 比如說剛剛講的健康準則 對 那之前有過一個場景說 有人要辦馬拉松 那他希望來跑的人 有一些身體狀況 他自己不一定知道 那他可能跑一跑就 就吐死 對 那所以這個情況下 他有一個主張說 那我應該說服 所有的參加馬拉松的人 都取得一個 他叫 Zero Knowledge Proof 因為可能你們本來做區塊鏈 應該不用解釋什麼是ZKRP 就是說 他可以健保署做妝 來證明說 這個人的健康檢查的數據 都在合理的範圍裡 但是 不管他超過 或者在範圍裡 他的數據本身不會透露給辦馬拉松 那個 畢竟他不是醫療人員 所以這就是一個很好的ZK場景的應用 就是 我只分享一個bit 事實上 就是我的身體狀況好或不好 對 但是這個好或不好 馬拉松的主辦人 可以自己去設定那個參數 那這個時候 這個資料共享 就是因為這個公共利益 所以不希望有人跑來跑 旁邊的人都倒下去了 對 那這個場景就很順 然後我們就可以繼續討論 對 因為你剛剛講那個場景 就是在 蒐集跟處理 這兩項 先不講利用上 都有不順的地方 那就比較難討論 好 這個我們可以再進一步去思考 這個事情 好 那我們的話 還有一個想要去討論的 就是說 以政府的角度下 有沒有一些像這樣子的公共健康的這件事情 希望說 我們在民間角度上 可以去執行或是嘗試看看 想問看你的一些想法跟建議 現在就是你們一開始挑防疫局的題目當然是非常好 因為一個人發燒不是他自己的事 也是旁邊所有人的事情 那但我剛剛聽起來的意思是說 不是只是發燒 你是希望說更全面性的 就是每個人的身體健康 他自己或他的家人都想要關心 那這就讓我想到說 有另外一個例子 就去年總統陪克松的五個冠軍之一 他是做熱傷害 那熱傷害也是很好聽 就是因為中暑啊這件事情 他也有他的外部性 然後之前氣溫沒有那麼高 所以其實一般人也沒有在外要隨時補充水分 等等那種習慣 那我覺得像這種 他是屬於我們叫做preventative 就是他是健康而不是治療 最好不要到治療 希望都在前面 希望都在前面就即時警覺 即時發現 而且他會造成have you change 就是我在外面我養成 稍微覺得有一點點熱就趕快去喝點水 這個新的習慣 那我覺得這個是尤其我們國民健康署 就是還沒有用到健保署的前置前面 這個他們有很多 包含健力運動習慣啊 良好飲食習慣啊等等 所以我具體建議是說 也許你多看國健署這邊 而比較不是看已經到醫療這邊 那這樣子也比較沒有隱私的問題 因為我有沒有喝水的習慣 你要分享出去 我比較不會那麼反彈 對 不會太絕對 對對對 但是我有沒有到這個熱傷害已經送急診了 我不是很想分享給其他人知道 對 從前面的一點去做潛入點 對 對 感謝建議 那 除了這件事情以外 那我們這裡的話 接下來想要問的是說 有沒有一些從地方或是學校的角度上 希望可以去做 因為我們現在會有從我們這個 因為我剛才講到會是有實名的這件事情 那其實我們有接觸到一些 像是學校的單位 他們用這個方式來做點名或大卡的這件事情 那有沒有想要了解 比如說教育方面的話 有沒有從這個角度可以去做切入 所謂點名打卡是說 你認得他的手機的藍牙訊號的來源 這樣子嗎 現在我們接觸到的 他比較多是 還沒有到藍牙訊號的人 因為我們 我們碰到的比較多都是 資本作業還是居多 對 那等於說透過我們這裡去 剛才講的情形 比較像是QR Code掃描的這件事情 OKOK了解 然後 那我們再想要了解 就是說有沒有更多在 教育上面的一些 可能可以走的方向這樣子 對 因為QR Code打卡 它只是說我幾天幾天在這邊 對 人的部分 對 那這個 如果不是為了防疫 大概 比較不會有人願意去做這些 對 我沒事打卡 除非說我要這個 像以前什麼 Forsquare 要去那邊遊戲化 對 那是遊戲化的部分 可是這個場域的話 尤其如果他 本來就是學生 他本來就有權 隨時進進出出 那為什麼要打卡 這個 確實我現在也想不出什麼 別的場景 好像只有防疫這個場景 對 對 那還不如說是 好比像說 辦那種 演唱會 你剛剛講到的一些 現場的這些活動 那個當然得打卡 因為他不希望 就沒買票的人進來 對 而且那個很有說服力 但是教育單位好像相對還好 好 那這個我們可以 也許可以跟一些實驗學 因為我們有接觸到一些實驗學 可以這樣進一步再去 討論他們 比較希望發生的場景 對 我覺得 如果這是變成 學生自己來設計場景 那你們是給這個 co-kit 等於是說 你鼓勵小孩自己想一想說 拿這樣子的基礎 可以做什麼用 那我覺得這就很好 因為就是 學生自己決定要拿來幹嘛 那 所以他們弄個秘密基地 什麼之外 俱樂部的人可以進來 我亂講 但是 像這種場景 是學生喜歡的嘛 那 但是如果你反過來是說 老師或是校長幫忙買了一個東西 好像學生 除了遵循之外 沒有什麼別的參與權 那這樣子 我如果是學生 我也不敢 憑什麼這個 我沒有參與權 卻要讀這件事 很了解 然後另外有幾個問題 如果你有想到 有幾個問題 就是關於 也跟防疫有些關係 那 我比較好奇說 政府在那個 遠端的 遠距離工作 或是遠距離醫療這件事情的 方針 因為就之前的 遠距離醫療 有一些限制 對 現在因為防疫 大概差不多都打破了 對對對 對對對 那想要了解說 這個會是一個 比較持續的趨勢 像健保快一通 我們疫情前 有沒有50萬元用 可能沒有 現在超過500萬 說不定600萬了 對那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差別 那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一方面 剛才講的健康存折 大家發現真的很好用 雙方片都可以下載下來 那二方面是說 大家發現說 那這個健康存折 本身你拿去做實名的認證 來說之前 一方券 三倍券 都是用快一通做身份驗證 所以它是產生一個 TOTP 然後不管是數字還是QR code 那這個對於遠距 非常的幫助 因為遠距刷一個健保卡 其實沒有那麼容易 就是你要兩邊先驗證彼此的 讀卡機什麼的 但是如果遠距你 我這邊看快一通 把QR code放在鏡頭前面 對面這樣一掃 那就相當於完成了健保卡認證 那這樣的話 其實有很多場景 這樣就很順 就通了 對那所以這個 我想去年 他們已經在亞東 在一些診所 醫院都已經做了測試 那發現說 大家覺得這個資安 或隱私保護 大概都沒有太大的問題 所以今年 他們除了在這種就是 在宅醫療 就醫生到你家 平鄉的地方 或者是我在 就是分不同門診 不同科醫 以前都要接馬牌交給護理師 然後他幫忙跑這個程序之類 那現在我只要手機 一開始掃QR code 最後掃QR code 就可以了 因為他沒有離開我 那所以我也覺得比較安心 那這兩個是去年測過 那今年他們就會拿來做 遠距醫療跟遠距照顧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這部分是不既定的 那接下來我想這些場景 快醫通就會越來越被洗掉 OK 好 所以我們也可以去多跟快醫通這段 對對對 建防署有一個快醫通談 對 了解 好 那我們這邊 你這邊有沒有 我們還沒有提到的部分 差不多就這些 這邊我另外想到 因為這次疫情的關係 其實很多的企業都推行遠端工作這件事情 但是其實漸漸我覺得 尤其在去年疫情剛起來的時候 甚至遠端回家工作 遠端會議這樣 但是漸漸我覺得 疫情稍微穩定下來之後 大家又回規作 回到辦公室上班這樣 那我不確定唐委員覺得 遠端工作這件事情是 因為疫情一時 所以會帶來一個潮流 沒得挑 還是覺得這是一個趨勢 在短期的時間內就會發生 我覺得要看工作的性質吧 如果它主要是知識性的 那我覺得遠去之後大概回不去了 因為後來發現 就是說這個通勤的時間 非常的浪費 而且也有人覺得說 那一群人來開會 結果每個人只講了到五分鐘 那還不如就一個人開會 其他人附身在他身上 其實還比較有效益 這不是說遠距把面對面完全取代掉 而是把本來來這邊 但是其實也不會講話的人 把他一定程度上面 讓他更有 contribution 更有貢獻的機會 因為線上所謂數位就是好幾位 可以很多人一起打字 但是面對面的時候 只有一兩個人可以講話 這是一定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 大家都會變成 hybrid model 所以其實我覺得 遠端工作並不是在家工作 在家工作可能就是 某些行業會比較適合 但是遠端的話 它也可以成多是 就是衛星辦公室 就是共同工作空間等等 那我覺得這個是比較好的 configuration 謝謝 那大家有什麼要 覺得有想要詢問或是討論的嗎 我們這邊應該差不多 就是也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其實有蠻多的商機 像我覺得我們即時康這個產品 就是因為疫情是有去打造的一個產品 但我不確定會不會 其實很多這樣子疫情商機所產生的產品 它的延續性是不夠的 那我不確定政府對於這樣子的一個 比如說我們已經有開發產品 那後續沒有延用或是應用 你們有什麼樣的建議嗎 比如說像紫草這個產品 如果說疫情已經控制下來了 其實相對的 它應用的場域就會更少一點 對可是我覺得這個也是 大家會開始比較習慣這個 那習慣這個之後 不管你往常照 或者剛剛講預防醫學的這部分 就是促進健康的部分 我覺得大家都會比較有熟悉感 因為其實像這樣子的系統最大的困難 就是說我會覺得我寫在紙上我比較安心 對 那只有寫在紙上的量大到 我實在沒有力氣的時候 對我才會想說 那要不要不要寫在紙上好了 那但是等到發現說QR Code真的不錯 之後 那之後我在想要類似的場景的時候 我也不那麼堅持要寫在紙上 所以重點還是這個DISO Transformation 就是這個轉換的一個心態了 那所以我也覺得說 像你剛剛講說 不一定是每一個東西都要再假設 然後再加視訊 可是至少他在家視訊有一個confidence 就是說 我自己一個人設定也不會懶掉 然後也不會有這個到一半抽格的問題 尤其是十幾年前有視訊經驗的人 其實那時候經驗都很差的 見面三分勤 視訊倒扣一分勤 對 那現在至少有個兩分勤 對 那所以之後類似這樣子的場景的時候 你就可以讓他到線上做比較多的事情 但是一定不是本來那件事 因為那件事是疫情的必要性產生的 所以我覺得 你就是看這些touch point 大家習慣了什麼 然後這些新的習慣 再設計新的流程過去 就可以用到你百分之百 不是百分之二十的功能 一直用百分之二十的功能 就是你們本來開發那些也比較難擴大 是是是是 謝謝 好 都沒有嗎 沒有 那其實我們今天差不多想要一些present 然後想要了解跟詢問大概差不多是這樣 今天謝謝您的時間 好 謝謝大家 謝謝謝謝 謝謝